少年遭到鋼鐵公司 二老闆淋略全身 被BB彈射了500發 右腳被電到第二到第四指 壞死截肢 還因此罹患創傷壓力症候群 住院治療中 這邊 右腳 右腳 用刀三餐就少不的話才差 但日前二審法官 引用身杖鑑定辦法 認為需要兩腳腳趾全部欠缺 才算嚴重減損 因此推翻一審 認定只是一般傷害 不是重傷害 算重傷害會不會覺得太扯了 對啊 會喔 很難過 聽到改判少年的媽媽心裡失望 更覺得不可置信 旁邊我有黃金 我全部都拿出來賣掉 給藥照顧我兒子在領口那邊 現在我都沒錢了 攤蓋桌上這一年多的醫藥費 還有往返醫院的交通費 就要十多萬元 媽媽除了平時賣河粉 也把結婚時的金氏存款 全部都花光 還是不夠支付 三根腳趾頭的結支 一定會使右腳的機能產生減損 並且這是透過治療 也沒辦法回復機能的 二審法院認為要五隻腳趾頭全斷 才會構成重傷害 那這樣子的標準 其實是比較嚴苛的 律師直言二審的改判 標準太過嚴苛 少年如果被認定不算重傷害 就無法向被害人保護協會 申請補助 光是醫藥費勞動損失 和精神撫慰金就差了近百萬元 因此少年的母親 還是決定將繼續上訴 TV新聞陳志忠 彰化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